筛選其實筛選還蠻重要 筛選其實就等於資料庫裡面的查詢 查詢裡面當然有所謂的多個條件 甚至是什麼不同欄位的條件 其實都有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如果說我先講一下 程式該如何 就是說如果你要寫那個程式 比如說多條件或者是多欄位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利用所謂的資料裡面的篩選 當然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訣竅 你可以用什麼錄製聚集 只是錄下來聚集 程式比較隆長 沒關係可以把它刪掉 那首先的話我先講一下 第一個同學問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那個 如果兩個 比如說好了 假設兩個條件AND 那我舉例比如說用這個班級 假設一般貨二班或者一般漢 漢的話可能沒辦法 因為它這邊沒辦法做 如果我用貨好了 假設貨跟漢其實主要就是差別在這邊 你可以先按一下資料裡面的篩選 比如說這個地方 我要一般漢二班 那你可以什麼 那你要點選的話 這邊有個關鍵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是直接打勾是單一選項 可是如果你是多條件的話 你可以從文字篩選裡面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 自訂 自訂篩選條件 那自訂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其實自訂裡面 你可以看到 它就會有一個且 而且的話在AND 或的話呢 那就是 就O 那如果假設 因為這邊如果說 我們以這個好了 比如說姓氏好了 就這一欄 我們換一個 比如說這一欄 那也是文字篩選 因為它裡面是放文字 那你可以怎麼樣 包含 OK 包含的話就是說 它開頭 只要是什麼 名姓什麼 其實也可以 或者開頭為什麼 包含的話就是 前後 應該是關鍵字 只要有哪個字 就OK了 那你可以把它 再多一個包含 那就第二個條件 比如說我要找姓 姓程的跟姓張的好了 OK 假設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這邊包含 然後這邊 而且 不可能 且的話 那就兩個條件 都為True OK 所以呢 它資料裡面 有姓劉 而且姓洪好了 那就這一個 OK 比如說這一個 那我們其實可以在這邊 輸入條件 那如果說你將來 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VBA的程式的話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不會寫這個程式 用錄製去寫OK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先在這邊找到那個開發人 錄製去寫 那先給他一個 我明天不改 那我們可以怎麼 先 應該是關掉 先把 第一個是篩選 然後再來的話 可以怎麼 把剛剛的動作 你可以把它加進來 比如說包含 OK 然後 而且包含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條件 那個人姓劉 而且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字裡面又有姓洪 也有紅的 大概就是這個 劉洪 這個吧 漢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或 OK 然後按確定 那確定完之後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條件 你可以把它結束掉 然後這個地方你可以把那個 錄製劇集把它停掉 那各位可以看到 劇集液就是剛剛錄的 編輯一下 那基本上 我們要的程式就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這行其實我剛剛多做了一個動作 篩選 那其實這行也可以刪掉 那其實最重要跟各位講 其實前面的哪一個工作表 其實可以先拿掉 因為目前假設同一個工作表 你可以先不管 那範圍的話 其實你可以不用絕對符號 就是A1到1的12 然後其實你會發現 Autofilter哪一欄 那你可以發現 它是 第二欄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加 這個fil的冒號等於 其實也可以不加啦 因為基本上 第一個參數就是哪一欄 所以你不加也沒關係 我習慣不加 然後呢 比較特別 特別的部分 在後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如果呢 我要兩個條件的話 那第一個的話 就是第一個條件 是Criteria 1 冒號等於 然後你會發現 前後 這個地方 它有比較一個特殊 如果說你要包含的話 那就等於前後有新號 表示說呢 這個資料 儲存格裡面 只要有留這個字的 和從這個字的 然後呢 多一個叫Operator 就是它的條件 如果是Excel 或End 當然顧名思義啦 如果假如是你要偶爾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它換成偶爾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篩選 所以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今天 執行這一段程式的話 它會怎麼樣 其實這個Autofilter也可以拿掉 這篩選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它的話 它就會幫你得到最後的 所以喔 其實喔 只要寫成這樣子 那 就可以做那個多條件篩選 那關鍵的地方就是說 在篩選的欄位後面多 除了第一個條件之外 剛剛只有第一個條件 再增加兩個東西 一個是Operator 一個是什麼呢 一個是第二個條件 叫Criteria 2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什麼 你可以用那個 錄製劇的方法得到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如果你要 這個兩個條件的篩選的話 那其實特別注意 就是說 一樣的範圍 只要給另外一個欄位 然後再給另外一個條件 看你是要一個條件 還是兩個條件 也就是在底下 再多跑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它就會跑第一個篩選 再跑第二個篩選 也是兩個條件的篩選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後面我們 課程還是會提到 所以也許 這個待之後的話 我們再詳細再說明好了 開個頭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利用 先利用什麼 利用錄製劇集的方式 得到你要的程式 把不需要的刪掉好了 留下你要的 再放到你的程式裡面 基本上它就可以弄了 這個部分的話 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主要是 從 這邊把它篩選取消掉 這邊就要從那個 這個地方篩選 主要是 可以利用包含 你錄製的時候 其實它關鍵就是 其實就是這個啦 OK 得到的結果 基本上就是什麼 像 等於後面的資料 那就是等於裡面前後雙 裡面的字就是關鍵字 OK 所以第一個 好 那再來的話 第二個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主要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 先得到 一二三 把三班拆開來 變成三個工作表 那該怎麼做 那當然另外 後來後面其實也可以再做個變化 如果假設我今天希望 一二二三班 分開來之後 我可以把總表刪掉 最後再把它合併回來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做 可以分 也可以合 因為其實常常 我們遇到資料裡面 很長一部分 都是做資料的分跟合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資料的分 該如何分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幫我在這邊 序則一的右邊 增加三個工作表 同時呢 也把這個三個 班級的資料 複製到個別的 這個班級的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那當以前如果你不會 用對方法篩選的話 那當然理論上 就是要塗法令 很花時間 所以我們足以來看 不過在做資料分割之前 你恐怕要先學會 如何產生什麼呢 產生那個 所謂的工作表 我先把它刪掉 比如說我要一二三班 那一二三班 要怎麼增加 那第一個 你可以先在這邊try一下 那我之前呢 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透過 在專案裡面 有個專案總管 即時運算四窗這邊 按一下 即時運算四窗 那把即時運算四窗先打開來 即時運算四窗 那接下來的話 我建議各位可以先練習看看 因為這裡的話會用到工作表物件 叫SHITS SHITS 然後裡面的話 點下去之後 它有個add的方法 其實新增就是add 那只是說 如果你執行這個add 我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這樣add 告訴它的話 它會得到什麼結果 你會發現 如果你這樣直接預設 就是執行 它會直接幫你在前面 多增加一個空的工作表 如果你再enter的話 它又會在這邊前面 再增加一個 也就是說呢 它會把工作表 往左邊放 這兩個可以刪掉 OK 那可是問題 我假設我不希望這樣 我希望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這個工作表 不要往左邊放 你幫我往右邊放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特別注意 如果你假設要用 往右邊放的話 那你按空白鍵 add後面空白鍵 它就會出現幾個訊息 一個是before 還是after 那before的話 意思就是說 你放在左邊 如果你要放在右邊的話 記得喔 你可以打一個after after 你會它有一個提示 就第二個參數 那第二個參數的話 我要冒號等於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放在右邊 不是放在左邊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放在哪一個的右邊 那你要跟它講 OK 在第一個工作表的右邊 所以你打一個 第一個工作表就是shits 哪一個工作表 點內 的方法 你還要把他名稱 變更的話 你再來就是需要 再學會一個叫做shits 哪一個工作表 點內 的方法 所以你這邊的話 假設這個是第二個 所以你就是 瓜糊 然後裡面跟他講 第二個 的名字 點內 等於什麼呢 等於一般 比如說我這邊要加一般 那你在這邊按enter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名稱變更了 OK 可是問題來了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幫我增加 一二三般 直接就是放在這裡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喔 首先的話 我們先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們先拿這邊 把L藍這裡 我先把它刪掉 請你們把A藍 A1到A12的資料 複製一下 如果我要取得一到三般的 不重複資料的話 那我就把它貼到LE上面 並且利用資料裡面的移除重複 把它移除掉 好 留下這個 那如果假設 我希望我的一般 就是從這邊取得名稱 一般 然後再來二般 再來三般 OK 那用什麼方式喔 可以快速的 插入這個一二三般的 空白工作表 OK 待會兒會有另外衍生問題 我加入一二三般之後 那我應該要學會什麼 刪除工作表 也可以把一二三般再刪掉 留下 只有一個 那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先在這邊 先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是 開發人員裡面的 Video Basic 那你可以找到這邊 可以測試的 就是利用這個 叫即時運算視窗 那這邊會用到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 Shit 點 點 add add的話 新增工作表 那如果我要在後面的話 是 apt 如果在前面是 before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用所謂的 name 哪一個工作表的名稱 變更 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兒我們再針對 剛剛講的一二三般 怎麼快速新增 標題 動線 既然